他血泪模糊地从切割自己的手术台上挣脱 带着浑身的管道和依旧扎在腹部的刀具逃出了手术室 他没有方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 只能带着痛苦和哀嚎拼命地狂奔 可下一刻他还是被赶来的警卫致服 接着被绳索活生生地将他拖回了手术室 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阿强吓傻了 血淋淋的真相让他浑身占领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不久后的未来 地球环境的污染导致人类濒临灭绝 少部分幸存者躲进了眼前这个名叫伊甸园的基地生活 这里有大型健身房 豪华游泳池 紫外线日光玉 表面看起来很美好 可实际却像一个完全没有隐私的囚牢 而每隔一段时间 基地内会进行随机抽奖 抽中的幸运会被送往天堂岛 据说那里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没有被污染的地方 除了久违的阳光之外还有自由 所以这也是所有幸存者的梦中天堂 阿强是来到基地生活了三年的幸存者 但最近他却一直被同样的噩梦所困扰 这天刚从噩梦中惊醒的他 按照惯例先进行完健康体检 接着换上统一的套装后才能离开房间 阿强和同伴一起登上前往餐厅的电梯 电梯内正在播放今天的中奖名单 屏幕内这个刚来了六个月的老黑成为了幸运 他即将前往天堂岛生活 这让同样向往外面的世界 并且来了几年时间的同伴内心严重失衡 随后来到食堂准备用餐的阿强 也遇到了他唯一的异性好友阿珍 可是基地内有规定 不允许男女之间有过于亲密的行为 所以在吃过早饭后 阿强就不出意外地被主管博士传唤到了办公室 在谈话中 阿强也顺便吐槽了基地内的一切 他开始质疑为什么他们每天都要穿统一的制服 为什么每天都只能吃固定的食物 甚至是为什么要被这样严密地监控着 接着他又告诉了博士最近做的噩梦 还把梦里出现的场景画了出来 但博士显然也无法解释这一切 只好先给他做了一个简单粗暴的脑神经扫描检查 这些机械威杆蜘蛛24小时后会通过尿液排出 到时候就能够得到扫描结果 检查结束后阿强开始了每天的工作 这时一个女人突然摔倒在地 工作人员立马呼叫医护人员 原来女人即将分娩 而这也是前往天堂岛的第二途径 阿强看着又一个幸运的出现内心异常烦闷 于是他借着工作电脑故障的原因 拿着管理员的钥匙来到了控制车间 原来车间主管老麦是阿强的好友 而阿强也只是来找好友聊聊天顺便要酒喝 只是不一会儿 老麦就被其他部门叫走了 闲逛的阿强无意中发现了一只飞蛾 这让他心里的疑惑更多了 不是说外面的世界都被污染了吗 为什么还会有其他生物的存在 于是他将飞蛾放在老麦的火柴盒里偷偷带了回去 到了第二天 基地内再次开始了抽奖 而这一次阿珍成为了那个信任 他即将前往天堂岛过上梦想中的生活 阿强虽然失落 但也只能强颜欢笑地祝福 晚上再一次从噩梦中惊醒了他 看着身旁渴望自由的飞蛾 内心的疑问终于促使了他的行动 拿着尚未归还的管理员钥匙 重新进入到控制车间后 他将飞蛾放了出来 一路沿着飞蛾飞走的方向向上攀爬 阿强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为了寻找答案 他找到更衣室换上了工作服 成功地混入到了工作人员当中 借着无意中潜入一个房间后 阿强终于见识到了血淋淋的真相 原来之前因为即将分娩而前往天堂岛的孕妇 在孩子被接生下来后就会被杀死 而他的孩子随即就被抱给了一个 跟孕妇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面前 另一个中奖的黑哥刚从手术室逃出来 下一秒就在阿强的眼前像畜生一样被重新拖了进去 阿强终于意识到所谓的伊甸园 所谓的天堂岛 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想到阿珍第二天也即将出发 他飞快地冲进女生宿舍拉走了阿珍 将看到的真相告知阿珍后准备带着他离开 而另一边 警卫也在监控中发现了意外闯入的阿强 他们立马决定派人对他展开追步 阿强带着阿珍再次跑进了控制车间 接着趁其不被打晕了追来的警卫后 他们又不慎掉落到了公司的产品车间 车间内躺着无数刚培育出的星客龙人 他们统一地在被迫接受洗脑和灌输虚拟记忆 来不及伤感 看到警卫追了过来 他们只能继续逃命要紧 慌不择路的他们逃进了一部电梯 没想到电梯直接将他们带到了地面上 沿着通道一路往前 他们又穿过了一道屏障 回头一看 竟然是一道虚拟实镜 原来之前在基地内看到的外界的一切竟都是假象 终于 他们成功地逃到了地面 而显然外面的世界也没有被污染 这一切都让两人感觉无比的兴起和震撼 这时阿强也注意到了路边的指示牌 他拿出老麦的火柴盒 上面标注的地址正是在这条公路上 沿着公路他们在这间酒吧果然找到了老麦 老麦将两人带回了自己的家里 接着说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原来所谓的基地是一家灭绝人性的高科技公司 这家公司不仅提供代孕服务 还宣称能够延长人类的寿命 而所用的胎体或者是给绝症患者提供的内脏 都是来源于偷偷圈养在基地内的克隆人 而他们的客户 也就是克隆人在现实世界里的人类本体 也并不知道自己的克隆体是有生命特征的 听到这里 阿强和阿珍准备去寻找自己的本体 老麦见劝阻无效 也只好帮他们换上正常的衣服 接着带两人赶往车站 就在他嘱咐完阿强注意人心险恶 让他别轻信任何人后 他也被公司派来的杀手一枪毙命了 而阿强和阿珍好不容易逃脱追捕后 终于登上了火车 很快两人就来到了洛杉矶 阿珍无意中看到了一个橱窗里的广告 他意识到这就是自己的本体 阿珍立马通过姓名查询到了本体的电话 可是电话拨过去 接电话的却是一个小孩 原来他的本体此时正躺在医院等待着器官移植 而另一边 警察因为老麦的死追踪到了阿强两人 当警察逮捕两人准备回警局时 这一幕刚好被杀手老大看到了 为了不让克隆人的事情败露 杀手在路上直接对起了 幸免于难的两人趁乱把腿就跑 但爬上卡车的他们还是被杀手追上 见状 阿强果断地卸下货车上的大杠铃 接二连三的杠铃直接砸了过去 却还是被杀手惊险躲过 可当其余的杠铃一起从卡车上滚落时 杀手就没有这么好 身后所有杀手都没能逃脱被砸碎的秘密 劫后余生的二人终于来到了阿强本体的家中 阿强通过面部识别轻松地打开了门后 本体就跟阿强切实地打了个照面 通过交谈 阿强这才了解到 本体是一个因为没有节制而得了干硬化的花花公子 看着电视里的新闻节目 他顺势提出希望本体帮忙前往电视台曝光克隆体的事情 本体犹豫了一回 答应了阿强的请求 但下一秒借口回房换衣服的他就直接拨通了克隆公司的电话 阿珍敏锐地感觉到本体的眼神不对劲 于是为了以防万一 阿强决定让阿珍暂时留在家里 由他一人独自跟着本体前往 果然 当车辆行驶到半路上时 本体就掏出了枪对准了阿强 在良知和自己的生命面前 他果断地选择了后者 但阿强显然也没有放弃抵抗 一路躲过了杀手的袭击和本体的干扰 他开着车跌跌撞撞地进入到一个废弃的大陆 当身后的杀手拍马赶来时 阿强却还是被本体拿枪制住 但杀手老大此时并没有分清楚谁是本体谁是克隆人 见状阿强瞅准时机 偷偷地将他的身份手环扣在了本体的手腕上 就这样 阿强最后时刻逆转 替代本体侥幸活了下来 事后他回到了本体的家里找到了阿珍 两人终究没有忍住 第一次偷偿了静果 而另一边 公司的博士看到了之前阿强脑部扫描结果 他意外地发现 和他同一批次的克隆人竟都出现了思考能力 并且还在慢慢地苏醒来自本体的记忆 博士当机立断决定销毁这一批克隆体 接着他派助手给阿强本体打电话 告知这个消息的同时 希望他能够重新录入信息 阿强找到阿珍 暂时搁置了他们的环游世界计划 决定先去营救基地里的朋友们 于是阿强第一时间换上本体的衣服前往公司 而阿珍刷了老麦的信用卡后 也故意让杀手将他抓了回去 等到即将被销毁时 他在偷偷拿出藏在身上的枪击导警卫 搞定完警卫后 他找到了即将被大批次销毁的克隆人 在警卫已经按下了销毁按钮的千军一发之际 阿珍及时地赶到 成功地将他们解救了出来 而阿强这边也趁机打晕了博士助手后 跑到控制车间试图破坏发动机 刚拉下把手的他 就被赶来的博士一枪击中被捕 阿强遵循反派死于化多这个黄金手则 趁机利用铁链绊倒了博士 就在两人扭打在一起的时候 阿强一把夺过地上的勾抓枪 成功地完成了反杀 这时发动机也因为过热发生了大爆炸 爆炸导致了发动机的巨型涡轮掉落 不仅直接带走了所有赶来的警卫 还一并将地表也砸出个大洞 久违的太阳照射进了基地 基地内的克隆人第一次见到了如此明媚的阳光 他们跟随着阳光的指引全力奔跑 终于第一次来到了地面上 直到这一刻 如获新生的他们才感受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的 可这样一群本体的替代品 外面的残酷世界 对他们来说真的是美好的吗